然後再把圖成1 就是水管 將它的寬跟高縮小為60% 不透明度調成65% 有點像是完成的圖 類似像這樣 這後面有一個 所以今天這個部分 因為今天後面有B字的參 就是你們可以去參觀 所以後面理論上應該有個變化題 不過變化題就看各位 如果你假設今天去參觀B字的話 你就把這一題做完就好了 如果你想要多做 你可以再多加分好了 這個加分就是 後面變化題就是 你可以把水管變成其他的人也可以 物也可以 當然至少就是有一個兩個 然後一樣要做去背 然後放在一個背景 不過背景的話 可能它配合你要呈現的氣氛 比如像冬天 你就把背景變成像冬天 夏天 春天等等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讓我知道說 到底你在做什麼 也許你打個字好了 這什麼意思 這個到底是什麼合成照片 OK 那變化題自己再延伸 最後我們把這一題 把它Ending好了 最後是希望說 把這個圖層有沒有 再複製一個 再複製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按右鍵 複製圖層就好了 那名稱它沒講 叫什麼 那叫圖層2好了 OK 那就是有個圖層1 圖層2 那它基本上是要把圖層1放前面 圖層2放後面 所以記得這個圖層2 請你把它搬到下面來 OK 圖層2 那接下來因為是重疊的關係 所以請你把這個圖層怎麼樣 把它移動到後面 但問題大小要調整 調整大小 反正60很簡單 Ctrl T有沒有 Ctrl T之後的話 記得先鎖起來 因為前面我們講過 調整大小記得Ctrl T 這個蠻重要的 然後再鎖起來就60 這樣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移動到應該放的位置 大概哪個位置 你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它大概在這裡 再上去一點點吧 我剛剛忘了把它打勾 OK 那這邊Ctrl T 所以如果你最後做完的話 記得鎖起來就60 然後記得這邊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沒打勾 移到另外一個圖 這個頁面的話 它就會幫你又還原 把它移到這個位置 那至於位置 大概這樣 再上了一點點 好了差不多了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再上 按箭頭往上 也可以 可以這樣子移動一下 好 那最後的話 怎麼樣讓它變成不透明 有點像是那個背後0的感覺 有沒有 如果你假設你要做一個 有沒有半透明的 你可以怎麼樣 讓它改成不透明 不透明的話 其實可以這樣改 本來百是一百對不對 如果你改這邊 有沒有發現 它會變成像這樣 幾乎25就幾乎看不到了 有沒有45 60的話大概長這樣 所以你如果要做一個 靈異照片的話 應該也蠻簡單的 有沒有 讓它變半透明 然後飛在哪地方上面 就有那個靈異的照片的感覺 OK 所以最後的話 就是縮小就Ctrl T 那最後的話 就是針對這個圖層 把它的不透明度 改為60 那這樣的話 這一題就完成了 最後請各位 一樣把這一題 把它做存檔 存檔一樣先存成PSD 再另存新檔成JPG 就可以繳交到Polo上 另外的話 如果你還有時間 你可以再做個變化題 就是把這兩個 大概不一定兩個 你可以三個四個五個都沒關係 然後可能有的是透明度多的 有的是透明度低的 然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什麼 其他的變化 這個可能就是發揮各位的自己的創意 去玩玩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原則上 我安排大概就是說 把106題先講完 然後後面的時間 就是你們把這個題目給做完 然後上傳到Poto 完成今天的這個練習 那如果還有 行有餘力的話 再做個變化題 然後Poto Poto已經開好了 所以如果你已經繳交的話 那今天部分就完成 那下一 下兩節課的話 就是說給各位做作業 跟剩下的時間 就是去參觀那個 大市的學長姐的那個 那個閉置的部分 在六館的一樓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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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